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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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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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他们是清白的,也说不清道不明,从那些污秽之人的嘴里吐出来的,永远都是污秽不堪。 今夏,但愿我还来得及救你。 小葛飞速前进,载着他和李贵妃向岸边冲去,荷叶从间发出异样的啵啵声。 这不是风吹连夜洞,也不是青蛙欢乐嬉戏,而是路易敏锐的鼻子嗅到了一丝沙气。 只留最后一丝光线的暮色中,一群黑衣人末地冲天而起,挥舞亮闪闪的利刃向他们杀过来。 路易心中一惊,原来自己想的还是太简单了,他们的敌人不只是无碧水,还有始终隐藏在背后的大黑手。 下毒,射击陷害,刺杀,轮番上阵,敌人连一丝活下去的机会都不给他们留。 但路易这一年半的江湖生涯也不是白混的,他敏捷地从衣巾内掏出一个焰火弹,用力抛向空中。 这是他琉璃阁的召集信号,只有在最紧急的时刻才会使用。 焰火弹在夜幕中发出耀眼的光芒,灰烬漫天洒落下来。 路易带着李贵妃跃升而起,在黑衣人包冲的夹缝中突围出去。 足间清点荷叶,向岸边飞驰而去。 今日,李贵妃的天生丫鬟兰韵觉得奇怪了,自己究竟吃了什么坏东西,竟一趟又一趟地往茅房里跑。 心思细腻的他,开始警觉起来,是有人故意整他,不,自己一个下人根本不值得整,是有人要害他的主人。 当他看见琉璃阁的一名丫鬟,从主人房里鬼鬼祟祟地跑出去,他就更加怀疑了。 来运走进李贵妃的寝房,呼唤了几声娘娘,但娘娘睡得十分相沉,并无反应。 他细致地检查了一下房内,发现多了一样物件,香炉。 他何时点过香炉了? 这必定是害人的东西。 他立即捧起香炉,移出屋外。 再回房时,心里紧张到了极点,生怕娘娘出了什么事。 他凑近了呼叫娘娘,娘娘的脸看上去似乎比平日里圆了。 他拉开李贵妃的衣袖,前几日赶路时,娘娘不慎跌倒,肘子上擦破了一点皮,留下了一个红印子,而眼前之人却没有。 蓝云心里惊骇到了极点,疏得站起身来,捂住要惊叫的嘴。 他见过阁主夫人,跟贵妃娘娘长得十分相相。 想到此处,他吓得瑟瑟发抖,慌乱地想去跑去禀报皇上。 令他意外的是,皇上正好走进了李贵妃的房门,两人还差点撞上。 放肆,皇上怒吓,甩了甩衣袖,一脸嫌弃。 蓝云立即跪下,奴婢冲撞皇上,既该万死,请皇上恕罪,奴婢慌不择路,是因为有急事要禀报皇上。 皇上并未看他一眼,只问了句何事,脚步却向床上之人走去。 蓝云知道,贵妃被人调包这件事,自己责无旁贷。 问罪起来是要掉脑袋的,但知情不报,更是罪无可恕。 横竖都是死,干脆豁出去了。 皇上,他不是贵妃娘娘。 他指着床上之人说道。 哦,龙庆皇帝脸上的神情相当复杂。 床上女子娇艳如花的面庞,吸引了她的目光。 白里透红的肤色,释放出霞的光芒。 水的润泽,春的温情。 看一眼,就有一种想去触摸的冲动。 原来她,就是吴婕于所言,今晚给她的惊喜。 她心中慎喜,微抬了一下眉毛,缓缓转身。 走到兰韵跟前,拨弄着手史上的扳子,轻轻说道。 若震说,她就是贵妃娘娘呢。 这,兰韵的心都沉下去了。 她知道,自己面前只有两个选择。 附和皇上苟活下来,或者,带着良心死去。 她想说,贵妃娘娘是奴婢的主子。 奴婢只想知道,贵妃娘娘的下落,此刻她在何处,是否安好。 但她没有说出口,主子的话在她脑海里响起。 你的性子耿直,在宫里活不长久,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 皇上见她迟疑,不耐烦道。 究竟是你看错了,还是朕看错了? 是奴婢看错了。 还不退下? 是。 兰韵低着头退出去,将门关上。 御前一品带刀视为静刚,就守在门口。 她的眼神像刀一样锋利,只看她一眼,就让她觉得自己被砍断了好几截。 刚才她若直言不讳,此刻恐怕已被她扭断了脖子,丢弃在无人知晓的阴沟里。 狗主夫人,她是救不了了。 现在她只想知道贵妃娘娘的下落,但这么大的事,单凭她一个奴婢是搞不定的,她需要帮手。 天快黑了,冯宝公公就在前面走廊里点灯,她迎了上去。 冯宝公公,贵妃娘娘想吃莲子,帮我去摘几个莲碰刻号。 没问题。 冯宝公公答应着,跟随兰韵走到无人处,兰韵凑着公公的耳边低语。 贵妃娘娘不见了。 冯宝惊恶,那房内的。 在宫廷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冯宝,是何等聪明之人,看兰韵的神态,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节所在。 定是李劫瑜将贵妃娘娘和阁主夫人调包了,但此事最难的是皇上的态度。 皇上显然是知道真相的,做臣子的,从来只能成全主子的心愿,若违逆圣意,那就离死不远了。 兰韵,不想人头落地的话,管好自己的嘴。 可是,我知道你着急,这是你别管了,交给我。 冯宝在全谋场这么多年,什么样的困难没遇到过,他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。 这一回,吴杰瑜若阴谋得逞,李贵妃就要倒了,吴杰瑜凭借父亲跟高手府的关系,在后宫飞升指日可待。 他若取代了李贵妃,自己想扳倒死对头高拱,可就希望渺茫了。 他的目标是司礼剑总管太监,大明朝最有权势的太监。 这个目标只要高拱活着一天,他就不可能达成,所以李贵妃绝不能出事。 陆毅夫妇与李贵妃同气连之,也绝不能出事。 如今,该怎么救阁主夫人?谁又有几条命,敢冲撞圣心? 呀呀呀,真是要天下大乱了。 冯宝知道,自己是不能出面的。 如果有人要搏命救主人,那也只能是琉璃阁内之人。 于是,他火速将一封匿名信射进红灵屋内。 他是从小在陆府长大的忠心随宠,没有人比他更会为主人拼命。 红灵打开信阀一看,圆金下被迷晕在李贵妃房内,皇上在场,不可强取。 一只遭意外救之。